一周工作四天的潮流在全球掀起了 这当然跟远距工作有关 既然远距工作工作的时数不好计算 那么是不是还要斤斤计较一周是工作几天呢 西班牙在三月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推行 一周工作四天 现在希腊跟进 那么一天工作的时数八小时 因为只做四天变成十小时 没想到先翻抗议 但是一周工作四天的国家 还有一些公司越来越多 超过六千五百名劳工 近日聚集在希腊国会前 以罢工来抗议当局颁布的新劳工法 因为新法规将取消原本一周五天的工作制度 改为一周四天制 而原本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时数 却拉长到十个小时 不过希腊当局拒绝接受种种指控 认为修法的目的 是要帮助劳工增加工作弹性 加速适应远端办公的模式 特别是目前许多国家甚至企业 都在跟进缩减工作天数的潮流 例如西班牙刚在今年三月 成为全球第一个改四天工作制的国家 将在全国事办三年 美国的花旗集团则在上个月发出了 周五不zoom的声明 鼓励员工不要在工作时间外 开视讯会议 现在就连南美洲的智利 也有企业实行 位在首都圣地亚哥 这间就业服务机构 刚从上周五开始 改为一周四天上班制 因为在家工作 让上班时数的界定更模糊 不如删减上班天数 而他们选择跟进 主要因为全球已经这么做的公司 都表示能提高生产力 员工表现更积极 疲劳感也因此减轻 至于亚洲的日本 早从疫情爆发前 就不断在尝试远距办公的 各种可能性 直到去年四月 官方首度发布紧急试探宣言后 更有一半的企业 火速在三个月内 改为在家工作模式 而这间创立近百年的电子公司 做法更弹性 这个新概念 让该公司在日本国内 共八万多名的员工 可自行选择要在家里 共享新创空间 或者是距离总部较远的 卫星办公室工作 而工作的时数 也没有硬性规定 傅士通认为 在员工可选择工作地点的情况下 可让办公室规模减半 而员工的生产力 则能大幅提升 为此傅士通还导入一套AI系统 帮助部门主管可视化各项专案 从开始到完成所需的时间 进而分析及评估 远距工作的成效 专家则相信 即便在疫情结束之后 这种远距办公的模式 将成为常态 因应疫情后的新经济模式 也为办公这个名词重新定义 特别新闻继续报道